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朱瑞入徐州美国教会 办得陪新中学读书 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他在徐州的地下党员吴亚鲁的影响下 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孙文主义潜说》等革命书刊 朱瑞1922年6月 因不满校方对学生灌输宗教迷信思想和读打学生 朱瑞发动同学罢课 被校方开除 秋天 朱瑞转到南京私立中英中学上高中 毕业时 他曾当着当时统治南京的直系军阀 齐学员的代表的面 批评时政 此后 朱瑞到上海 经当时在上海大学求学 乐园徐州同学马鲁良的介绍 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 但和组织一直没有取得联系 1924年秋 朱瑞进入广州的广东大学 他广泛搜求进步书籍 苦心研读 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他参加了学校的进步组织新学生社 并担任了主要负责人 在我党 团组织的领导下 积极投入了反对以该校校长走路 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5年冬 经中共乐区学委的 推荐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 朱瑞以左派青年的名义 第一批获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2月入学 3月 由丁祝华等同志介绍 加入了苏联少共 1927年下 朱瑞在中山大学毕业 遵照党组织的决定 进入莫斯科克拉新炮兵军官学校学习 一年春 被选为炮校苏联少共委员会委员 6-7月间 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0年1月 朱瑞炮校毕业回到上海 3月 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参谋科任参谋 10月底 到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 协助官向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2月下旬 因敌人的搜捕 官向应等领导同志撤离武汉 长江局军委办事处和施委的工作都由朱瑞负责 他机敏地将所联系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 然后根据中央决定 于1931年2月回到上海 此后 他到军委兵运科与李大群 张存石等一起主持士兵暴动训练班 培训做白军策反工作的军事干部 这期间 他按照中央的部署 巧妙地向去江西国民党26路军做兵运工作的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 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1931年12月的宁都暴动终于成功 朱瑞泡兵学校 1932年1月8日 朱瑞奉命从上海到江西瑞金 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二科侦察兼三科交通科长 红军学校教员兼党总支宣传委员 第五军团十五军 红三军政治委员 8月 他和军长徐彦刚指挥部队 与红四军配合攻打勒安县城 朱瑞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组织冲锋 首先攻进北门 与大部队配合拳兼守敌 接着挥师直扑一黄 守城的国民党 二十七师弃城逃跑 被红三军追奸一千七百人 同年12月 朱瑞调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一年1月 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当选 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此后 他和董政堂指挥红五军团和其他红军密切配合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间敌三个师 1934年8月 朱瑞调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十月随中央红军撤出 中央根据地 开始长征 一年1月 遵义会议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 朱瑞十分振奋 2月 红军再度赤水后 消灭敌人七千多人 中央在遵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 朱瑞做了战斗的总结报告 指出遵义战斗 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是毛泽东领导的正确 红军到达陕北后 朱瑞先后随红一军团东征山西 参加西征军西征 并于1936年调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 朱瑞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此后 他被派到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正寻处工作 后又担任18级团军 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 负责协调我军和第一战区之间的关系 团结国民党将顶抗日 后期 他举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 培养了2000多名抗日干部 1939年5月 朱瑞被委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和司令员徐向前统一指挥山东的八路军一一武师和山东纵队 8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 建立由朱瑞任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 统一领导山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 10月 朱瑞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他根据中央指示 同分局其他成员一起 大力进行党的建设 政权建设 扩建军队 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 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到1941年上半年 先后开辟了鲁南 鲁中 鲁西 基鲁边 清河 郊东 滨海等十个根据地 建立了山东战事工作推行委员会 以及八个专属和79个县的民主政权 拥有正规武装十多万 使山东成为当时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 1943年8月 朱瑞赴延安 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4月 出席了中共七大 在会上做了关于山东敌后抗战的专题发言 此后 他受命担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9月 他率炮校师生奔赴东北 接收日军装备 筹建人民炮兵部队 到1946年5月 就搜集了火炮七十 零多门 还有坦克 装甲车 汽车及其他装备 建立其人民的炮兵部队 10月 朱瑞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 兼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校长 东北军区炮校之1948年辽审战役前 共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 这期间 他不断地总结经验 大力巩固和发展炮兵部队 先后领导组建了破机炮团 战车团 高炮团 炮武团和新兵团等 1948年9月10日 朱瑞离开哈尔滨南下北宁县 参加指挥辽审战役 中旬 我军开始围攻锦州外围重镇一线 炮兵进入镇地之前 朱瑞带着担任主攻任务的几位团长 亲自到前沿镇地 一边查看 一边指挥部署 10月1日上午总攻开始 朱瑞命令炮兵群 向一线守敌轰击 很快把敌人的防御攻势炸翻 并把城墙轰开1到40多米长的突破口 不到六个小时 全肩守成敌人 揭开了辽审战役的序幕 为了总结炮兵开拓突破口的情况 查看单拙点 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 朱瑞击带着通信员 经卫员奔向前沿镇地 不幸处雷牺牲 十年43岁 任务评价毛泽东于1946年10月评价朱瑞说 你就是中国的炮兵元帅 1948年10月1日 中共中央在宴殿中指出 朱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 功勋卓著 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1948年10月8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等评价朱瑞说 朱瑞以他科学的头脑 发扬炮兵是战争之神的思想 已在两年来东北解放战争中 特别是攻坚战中收到显著效果 把人民解放军的兵种 提高一步 这是朱瑞同志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贡献 对人民不可磨灭的功绩 江苏肃签是文广新局副局长洪生于2011年评价朱瑞说 朱瑞是一位智勇双拳 一波云天的我军高级将领 如果没有他和他的战友们 全国解放的脚步将更加艰难曲折 我军的胜利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2014年10月11日 记者韩英伟用一手 年少罢课求真理 复苏深造至坚毅 反击为脚欲血雨 征伐闪肝尖顽敌 延安炮啸领航向 东北战场创佳纪 天地轰鸣荡腐朽 英雄殉难山河气 七律师评价了朱瑞的一生 军旅诗人胡适宗于2011年5月12日对记者说 朱瑞是我军炮兵之父 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中文是最chos気的 最高的文字 文字 约组 次同一段时间的文字 语伦 制作人与企减突使用 24年6月11日是全国代科学研究所上讲的 自尊大强的文字 讝法解析 美股学研究所上的男性的编程 日是最高的文字 以国费剩 убий的地坚士 对中共 重獨适顺序 今日带 authent风尊重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